正果你要找这个老师 你跟他学才会真得到东西 明心见心的老师我们到哪去找 实在讲找不到 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不得已而求其次 也要找一个真正通达经教的人 一教奉行的人 他虽然没有能正果 他有修他有学 他没有正 这是其次的 他正果无聊 那这是最好的老师 有修有学的 这个老师也不容易遇到 遇到了你真正要认识他 你要不认识他 你还是学不到东西 我在台湾可以说 非常幸运 我遇到的三个老师 都是真善知识 年轻的时候 我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 我学佛是从哲学入门的 接触佛法之后 第一个指导我的老师 张家大师 张家大师元旗之后 我跟李炳南老爵死 跟张家大师三年 跟李老师十年 真善知识 你要认识人才行 你对于善知识不认识 没有留意 真叫当面错过 你怎么会学到东西 专心不犯 这个态度太难得了 对老师要专心 老师的教诲 决定不能够违背 对老师没有信心 疑惹 阳凤阴尾 决定不能成就 所以学生找老师 老师找学生 更难 到哪里去找 过去 李老师 住师的时候 我在海外 红发 非常艰苦 一个人 每一次回到台湾 我一定到台中 去看老师 一定会跟老师讲 请老师多培养 这个学生 我们在海外 有四兄弟 可以互相协助 我记得这个话 我至少讲过十遍 以上 最后一次 李老师 大概听了很厌烦了 告诉我 你替我找啊 我以后再不说了 我到哪里去找 找一个 对老师专心不犯 精进奉行 我找不到 所以我才明了 难了 太难太难了 我能这样学呢 找像我这样一个学生 才找不到了 所以跟老师生年 我得到他特别照顾我 真正的关怀 不居足 做学生的心态 遇到佛菩萨 也是往上 在这个注节里面 我们引用 《华言经》上一段话说 在第九面 这个注节 倒数第三行 这一段是讲四尘 《华言经》上一段 这是吉祥云比丘 教善才通子 教他怎样去参许 善男子 若欲成就一切之志 这个一切之志 就是无上正等正求 究竟圆满的智慧 你要想得到 你要想成就 因决定 求善之时 跟佛在此地讲的 一个意思 你不去求真善之时 你怎么能够成就智慧 一切之志 一切之志 是阿罗汉正的 道中志 是菩萨所正的 一切之志 是如来古地上 所正的 也叫一切中志 那么这是佛法 修学三个阶段 通常也说 正就 正等正觉 无上正等正求 一切之志 是无上正等正求 都要靠善之时 你要由眼光 认识善之时 然后去求善之时 只要你真心求 善之时不会拒绝你的 为什么呢 善之时他一生 唯一的一桩大事 就是找传法的人 你看我们中国 宿舍 你看我们中国言语常讲啊 不孝友善 武后为大 他修得再好 如果后头没有集成人 他一生的事业等于零 一生自己 做得再好 没有后代 完了 真正大善之时 一生当中 不求别 求一个传人 所以他要遇到一个能传的人 他把他看作宝贝 那首先我们自己要问 我们居不居足 传法的条件 传法的条件是什么呢 专心不犯 斤斤奉持不舍所受 你只要具备这十二个字的条件 在佛家讲 你就是法器 你就是传法人的 职业了 你有资格 有条件 接受大法的承传 老四会把你看作宝啊 自自然然 特别关怀你 照顾你 我在当年 那个时候 物质生活环境 很差了 我在军中服务 是文职人员 介绩是同少尉 一个月待遇 五十五块钱 我会把你推过来的 看起来 我的名称 是文职人员